大家好,今天是9月6日星期三,是9月的第三个交易日 世界已经变了很多了,第一次看看北水的流向 北水方面,这里已经这么说了,在这里的时候已经说要留心了,北水慢慢累积上来 因为来到这里,你已经看到它是入的多,出的少 再跟着一路琴上去,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有入没出了,其实情况就像这里 这个是去年10月的,这个10月的时候最要记得,10月31日还是跌下来的 这个11月1日之后,7日之后才再升,同样这里也是,去到这个8月,这个是三十几日的时候 现在月底的时候都跌下来,现在再升上去,当然啦,现在又犯犯覆覆的 问题就是,你认为市场升不升呢?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乐观那边的 那这个一路都已经在这里这么说了,那现在再跟着我们看看 个别的版块方面,今天由于是有些回调嘛,所以版块方面就不是太好 好啦,那它知道地产呢,就是被人忧心很多一定会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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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呢 竟然今天是排第一的升幅 竟然今天是排第一的升幅 为什麽呢? 好啦,银行方面还是差一点点 我等你再讲一讲有关的方面的事情 個別板塊方面 有升有跌 ATM等等 沒什麼用了 中間這裡有兩種 和地產有關 和債務有關的東西 一個就是融創中國 今天升了61% 第二個是碧桂園 今天升了17% 在這點裡面 我從來都已經以前講過 債務你不要這麼擔心 債務最重要是借得大 你借得大的時候 債主就怕債仔死 只要債仔告訴你 我破產了 那你就要 所有債主都乖乖地 去聽債仔告訴你 你怎麼做 當然啦 如果借了別人 3-7元 那你就死了 當你借了別人 370億的時候 3700億的時候 你就不是這樣的情況 這個我已經認識了 很多人都已經這麼說過 大家經常很擔心 那些債什麼什麼 自從恆大一提出了破產 申請破產保護 在美國方面 已經覺得 那些人懂得玩 其實 我們看到很多債主都要找 喂 我收了你的碧桂園 收了你恆大的樓 是一堆爛石頭 因為你還未見好 未見好的時候 我收了你的爛石頭 還要扔錢幫你蓋好 蓋好之後 我還需要去找人去買樓 那不如你做 所以我一定會給你剪期 至於還需不需要的話 如果剪期就已經好了 最主要還需不需要說 喂 我一元只是還三號而已 我一人五號七號而已 這是另外 所以這個削債的問題 如果他是削債的 你還可以 牙筒的聲音來反抗一下 如果他說剪期還錢給你 你沒法指 我只要給你利息 你已經可以了 好了 容創中國 也是 很多人對於阿爺方面 救市的情況 就是這樣說 阿爺救市 你給幾百億出來 幾萬億出來 好像溫家寶時 你給四萬億出來 現在這次不行 你給他四十萬億出來 你給他四十萬億出來 這樣就救了 這樣 這個人的想法是錯了 絕對是錯的 你都不想想 現在中國是甚麼經濟體系 是國企和民營的體系 在1993年的時候 欠債的是三國債 欠債是國企欠債 所以朱鎔基的處理很簡單 國企大佬 你欠了國企二佬的債 國企二佬 你又欠了國企三佬的債 那你一大佬二佬三佬 你自己一家人 搞定他 那就解決 不存在所謂的甚麼叫道德風險 這個資本主義市場上所說的道德風險問題 為甚麼你破產後 要由全市民 納稅人 幫他還債 所以在2008年的時候 就出現了這件事 究竟要不要救雷曼 不過美國政府選擇了不救雷曼 救了AIA 救了通用汽車 不救雷曼以為他很少東西 為甚麼就爆了大煲 這次在中國出事的甚麼呢 是民營企業 是民營企業 不是國企 中國也需要面對同一個問題 我救不救民營企業 以及我怎麼救 在美國在2008年都出現了 很多企業是倒閉的 為甚麼美國政府救不了 不會全部救了他 因為有些真的不能下手 是嗎 譬如他自己 裡面的時鐘 就是把錢 納給自己的 然後再說破產 這樣就不行了 現在我們看看 阿爺第一件事 處理地產方面的事情 就是要補交樓 很多人看不到補交樓 是有甚麼重要性 因為如果補交樓的話 第一 不會引起居民 普通人 買樓者的損失 有樓收嗎 是嗎 至於收了一層樓 現在這個價錢是怎樣的 現在收了都是哭一句句的 我等一下再說 其次呢 就是你會找得到 如果你要補交樓之後 那你那些企業 就有錢收入 是不是 賣到樓了 即使 賣到樓收入 你可以還到債 還到你的建築材料 錢等等等等 那如果連補交樓都補不到的話 那就麻煩你死掉了 因為你已經沒有存在價值 你只是對那些 財主佬有存在價值 就是買了你債券那些人 買了你信託那些人 就有存在價值 那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事情 你有錢佬來的 你就虧了 誰叫你投資嗎 你投資這件事 就沒有風險了 買樓那批人不是啊 他為了他這個生活 為了他很多樣東西來做的 所以現在一定要補交樓 就是保障民生 就不是保障你有錢 老有得收 沒有錢你買什麼債券 沒有錢買什麼信託 誰的產品 當然不是啊 我這些都是窮富人家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香港人都買了強積金 那沒法子 你都是有錢 你買了強積金 那這個你就沒有法子 去承受一下 那很多人呢 也都不覺得 阿爺有什麼情況 還有一件事 他對於這個是 中國政府以前做的事 不同時期做的 經濟時做的事 他看不到那個經濟發展的力量 他的趨向 李強 在上海的時候 是跟很多翻軌外商打交 如果不是 怎會引進到這個是Tesla 和其他 很多的是外國企業 在上海落地 所以他對於資本市場運作 是挺清楚的 當他在四月發佈說 這個是活金融市場 他有幾條出來了 我有寫過 很多人不明白 不過呢 遲些我再講講 是吧 好了 無論怎樣都好 還有一件事 以前就說 樓住不炒 所以不准你多買 也都提升了你的首付 這次呢 一首付 由幾成的 降低到兩成 那即是把你那個 是可以買樓的能力的人 可以 你只需要有樓買 就行了 你有錢 你有能力 現在只要兩成 現在不是嘛 香港也要三成嘛 再加上等等 就是 香港也要三成嘛 香港也要五成 那現在不是 國內就兩成 第二件事 我降低了 那個是利息給你 按揭利息 於是你便產生了一批的事情 來做 那你說 喂 會不會去炒樓啊 當然不會啦 為什麼他還限制住你 你如果已經有一層樓 你不可以再買第二層樓嘛 他現在有些 有些連一層樓都買不到 好像欠一點點的錢 那現在被你降了的首期 你就買到那一層樓咯 遲些會不會放到一樣東西 喂 你可以買一張十層樓啊 二十層樓 三八層樓 我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有危險的 就變回炒樓時代 我覺得還沒這麼快就放了 所以這個就是情況 所以一提到這件事 以前的房地產 有些政策是過了一層樓 所以今天 融創升60%以上 碧桂園升17%以上 喂 中間可大動的東西 是多少錢呢 很多人不明白一點 不記得一點 美國的是 人呢 很多的調查 如果他有急需 他不可以拿到四百元一張check出來 去解救他 是困難的 四百元 當你八元這個匯價 四百三十二就是三萬多 美國人不可以一時拿了三萬多出來 很窮的 中國在這幾年裡頭 在等銀行 存款 一直是上升的 當然你要說 喂 很多的存款上升 都不是窮人 很多都是有錢人 是啊 我當你二百分 三七分 有錢人拿了三成 窮人有些時候 中產的 還有些錢 所以他人民有錢 藏富於民 那他就可以來賣樓 阿爺還有一件事 降低 降低這個 是存款利息 存款利息 就是踢你出去 要買資產 所以很多時候 這些事情 不要只想 要給幾百億出來救市 這個就要政策 用腦 好嗎 講得很多 講完之後 就看看 一時 哎 升上去又下來 真的不太好 現在唯有一定要升上去 才行 不要再下來 再下來 又不是說不行 不可以 不過不要下那麼多 不要下那麼多 時鐘 下多一點又行不行 到達 為什麼呢 技術上 看看會不會有要夾背持 很簡單 所以我為什麼對這裏 比較樂觀的情況 就是這樣 最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看